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声有请两位 男嘉宾小杨 二十二岁 来自四川是一名体育老师 女嘉宾小熊 二十一岁 同样来自四川是一名音乐老师 有请两位 欢迎你们 两位都是老师啊 对 在一个学校工作吗 对 是在学校认识的 之前大学社长活动认识的 那你们为了能够在一起 去了一所学校工作 对 这挺不容易的 人家都是毕业就是分手 你们不仅没分手 还到了一起工作 这是完全有可能 天天形影不离啊 但是平时就是因为 我跟我妈太亲密了 她对我意见太大了 跟你妈太亲密了 对 这儿子跟妈亲不是挺好的吗 我觉得挺正常的 你那叫正常吗 每天起妈得给她妈 她妈打七八个电话 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事情 不都是洗漱吗 对吗 她起来第一件事摸手机 给她妈打电话 妈我起床了什么什么什么 先跟她妈说 然后中午也得跟妈打三四个电话 晚上睡觉 今天还得跟妈说晚安 妈妈我睡了什么什么 比如七八个电话挺正常的 你那叫正常吗 我们平时跟朋友一起出门 聚个会啊 逛个街什么的 她也得给她妈打电话 汇报一下 出去吃个饭 拍个照片给她妈发过去 让她妈看我们今天吃什么 就比如说还出去剪头发什么的 我跟她一起 她说来 你给我拍个小视频 给我妈发过去看看 我这头发剪得怎么样 让我妈给点意见 我在旁边处着我算什么呀 你说 这不是 你就不能问我妈 从小我妈 剪头发都是我妈陪我去的吗 那你妈也都几十岁的人了 她的眼光跟我们能一样吗 而且我在旁边 你就不能问我妈 我不是后面问过你的吗 那你也是先问你妈呀 去逛个街买个衣服什么的 她也是没件 给她妈拍个照片 发过去 让她妈给她选妈 我穿哪件好看什么什么 都得先问她妈 她妈说哪件好看就买哪件 我在旁边处着我一大会儿 你不问我 我是你女朋友 你今天这件衣服谁给买的呀 我妈妈 我简直我都受不了她了 不止不管什么 都是爸爸妈妈放在第一位 你说这也就算了 我生个病 我肠胃炎 我本来就有肠胃炎嘛 折腾一宿 上吐下泻的 说第二天带我去医院 结果她妈一个电话 就把她叫回去了 留我一个人在那 我还病着呢 这不是我家里面有急事吗 有什么急事啊 能比我急吗 我都生病了 这不是我妈连接大了吗 学车 然后她不会弄 然后叫我回去帮忙 那学车什么时候不能学 非得挑到我生病那天 叫你回去 那你就把我一个人 就扔在家校 所以你就把我一个人 扔在那是吗